這個回合的珠寶盒樂禮賽 有哪些選手呢 有我們的中文 彥碩還有珍珍 好 也看到呢 三箱斗大的箱子上面寫著海鮮 但是有哪些海鮮呢 我們請三位同時把它打開來 這回合呢 是由我們的Jason老師出題 太多海鮮 大概是雞重海鮮吧 給你們一個很特殊的珠寶箱 就是各種的海鮮 像比目魚 白帶魚 還有不同的夾子 染絲或是蛋菜啊 中卷類的東西 挑戰你們一下 我們今天的配料 有一些不同種的東西 所以你如果是要西方式的 也可以 中式的也可以 看你們自己想展現的方向是什麼 那老師你有決定說 哪一樣一定要用到 還是其實all you can do 我給你那麼多東西 你是不是全部都要用 還是你的戰略是我選一樣把它做好 好 所以這個也可以表達 你是不是一個成熟的師傅 了解 所以這是Jason老師的指定 食材珠寶箱 所以這是Jason老師的指定食材珠寶箱 然後就朝那個方向走 我的西式的 然後我會用淡菜 做一個油醋啊 沙沙醬的感覺 做一個前菜 然後干貝我也會做一個前菜 所以你選定了有哪些海鮮 有干貝 淡菜 蛤蜊 還有蝦子 現在彥瑟拿出了噴槍 你要炙燒什麼東西呢 這個生食級的干貝 我等一下會做一個很像 海鮮塔塔的東西 所以我會用干貝跟燻鮭魚 去做一個不同的口感 如果我要重新做這個珠寶箱 因為有貝殼 還有干貝 蝦子類的東西 我會搭配上一個魚 因為魚它的肉質 是吃的會覺得比較薄的 但是它的鮮度 會跟那些貝殼類蝦子差一點 所以你可以把兩個配在一起 就會變成比較奢侈的一道菜 我非常喜歡吃的 就是日餐裡頭的蝦子 做那個Sashimi 我覺得彥瑟好厲害喔 可以有這麼耐心的對待蝦頭 蝦頭其實蠻好吃的耶 彥瑟你剛剛那個蝦子裡面 是加了那個俘乳的 對 我加豆腐乳去調味 然後會搭配這個蝦頭 我看到你只有加那個俘乳的汁 俘乳的汁還有鹽啊 然後那個胡椒就這樣 我覺得我們有的時候沒有想到 但是很多海鮮類的 其實是脂肪很低 所以通常烹調的方式 如果是炸的或是稀釋的 可能加奶油或是這種不同的做法 其實是補充它的脂肪度 所以會吃得比較平衡 它每一種海鮮它的保水度都不同 有時候我們做 我們會用一點熟成的方式去做 撒一點鹽巴 讓它出一點水 然後讓它的油脂豐富度增加之外 還可以增加它的魚本身的味道 它會比你新鮮的去煎更好吃 所以其實有時候 你那種魚你要放一陣子去煎 不一定要新鮮的去煎 是喔 反而味道會更好 問MASA老師就知道了 剩餘片是不一定什麼 船艙就釣魚啦 馬上撒 馬上吃 是一個脆脆口感 但是像那個牛肉一樣 你要讓它這個裡面的蛋白質 有一點破壞 這樣的話口感變得比較嫩 所以又只是那個豬娜 那個鮪魚 那些東西也是放一下 然後再一次這樣比較會有那個 滑潤的口感 最後六十秒 JASON老師指定的 海鮮珠寶盒 最後十秒 五秒 四 三 二 一 謝謝三位選手 好 SEAFOOD 好累啊 請上菜 因為現在是夏天 所以我做了兩道冷菜 一道是干貝的塔塔 它加上煙燻鮭魚 還有豆豉的醬 然後搭配一點生菜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是 淡菜加沙沙醬 它有一點酸酸甜甜的 比較開胃的一道前菜 最後一個是豆腐乳加上炒蝦 搭配旁邊炸過的蝦頭 你做出來的東西 它的味道跟層次 把海鮮的料理都有分出來 尤其是那個 用腐乳醬的汁去炒那個蝦 我也覺得那是一個怪 但沒想到味道還這麼的融合 口感還不錯 然後兩道前菜 你的淡菜 那個酸酸的口感 越吃就越開胃 那個干貝放手的樣子是最好吃的 所以我就覺得像這樣子的方式 有一點燒焦的感覺 我覺得是最好的方式 你看就知道 它就是一個星級餐廳的料理 從它的口感 然後它講求的酸 脆 鮮 甜 它都顧慮到了 我覺得三個不同的貝殼類 然後蝦子類的東西 搭配的是非常好 蝦子 因為上面你還有的小的蝦皮 然後還有那個腐乳的這種 脂肪的感覺上 奢侈的這種油脂垢 還有這個小的小魚乾 那個叫烏拉魚 因為干貝是生的 所以有的時候光吃生的 會覺得好像很寒 但是你有炸過這個 然後你有考慮到 烏拉魚炸完 它濃縮它的鹹度 是怎麼樣平衡 而且最驚訝的就是 煙燻鮭魚 通常那個味道是很強 可以overpower整個食材 但是因為你是把它比例 是弄得很精準 不是把原來的干貝的甜度蓋住 淡菜非常好吃 唯一的我覺得 你可以再用一點酸的元素 會把整個味道整理稍微提高一點 這個回合我們請MASA老師 他為做得都非常非常好 但是我個人還是給物藏 吳蓁蓁 好 蓁蓁一票 恭喜 那王之星掌呢 其實我心目中的兩個人選 我都很喜歡啦 但是我就投給燕碩好了 好 阿發師您的選擇呢 嗯 真的很難分出來 但是我還是選 珍珍 好 目前珍珍兩票 是確定晉級了 那問一下Fred 珍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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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珍珍目前獲得了三票 最後問一下Jason老師 我覺得這位有把 我們的珠寶箱的靈魂有做出來 因為我會想出去到奢侈的地方 去吃這些菜 所以 恭喜 艷碩 艷碩兩票 好的 所以艷碩跟珍珍 都可以晉級 晉級柔強其實我還蠻開心的 因為從一開始比到現在 終於熬到了這一步了 就希望 後面的比賽可以好好的加油 繼續努力